愛的是你 對啊 還好有美娟 要不然益青現在人在哪兒 都不知道了 那這樣說起來 美娟是益青的救命恩人囉 好啦 不要提這件事 我都要忘記了 孩子啊 都是媽媽的寶 我們都把它看得比生命還要重要 就算你忘記了 我相信 維修這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是啊 那件事 我真的應該好好謝謝你 不用謝我了 再說那時候你也已經謝過了 就算不是朋友 路邊人看到也會這樣做 跟婆婆那時候我們還 好啦 不說了啦 我家裡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等一下人家來拿衣服 要趕緊打包 我先走了啊 再見 走啊 梅娟 改天我們再約一約 像今天這樣 我們三個人坐下來 好好的聊天好不好 我最近可能會比較忙 會比較沒有時間 再說啦 我先走了 再見 妳要小心耶 嗯 謝謝 林音姐 林音姐 趕快開門 不然我要衝進去囉 不是平常都睡到早上九點嗎 你今天怎麼了 開玩笑 我這樣把握時間啊 能花成小華的錢 就不可以浪費時間睡一覺 我開始同情小華哥了 我以為你挺我耶 好 我挺你 這也差不多 不過其實我這麼吵起 是有原因的啦 自從我爸跑路之後 我都沒有回到台中 所以既然我們今天已經來到這了 該處理的事情 你還是要處理一下 什麼事啊 很重要嗎 很重要 你跟我去了你就知道了 很久嗎 我怕會耽誤到我們回去的時間 你該不會是現在想回去了吧 你剛才說你要挺我的真沒義氣 你不是答應美就要陪我嗎 不是說我不挺你 我只是怕太晚回去小阿哥會擔心 知道怎麼辦 反正他根本就沒有要我回去 說不定他也想借此機會 讓我從他眼前徹底的消失了 好啊 那我自己去好了 你回去跟你的陳小華的差勁 好啊 你不要生氣啊 我只是想說 我既然答應過小華哥要陪你回去 那我怎麼可能一個人跟他報到 如果你不陪我去辦這件重要的事情 那我就讓你回去自己跟他解釋說 為什麼他交代我的事情 我都可以使命避他 而你這個豆花圈的準員工呢 卻交代的事情都 好 我陪你去 想說可以嗎 好 說走走走 給你十分鐘 樓下拉筆件 十分鐘太短了啦 那三分鐘 那還是十分鐘好了 好啦 快點 待會兒見 好 好 玉琴 你要去上班啊 吃過早飯沒 有 在家裡吃過了 我來買個咖啡 就是小華的媽媽 秀聖阿姨 你還記得嗎 秀聖阿姨 你好 好險我不見 不過我剛剛覺得你好眼熟 好險我沒有回來了 是啊 我兒子 不過那天 我有在電視裡面看到你 越來越帥了 跟你爸一樣 是英勇的好警察 我只是做我該做的事 媽 妳中午有沒有空 一起吃個飯 有 我剛剛取完夜班 今天休假 好 那我中午來接妳 你們還要喝點什麼 不用 你去忙你的 不用 快走 你忙你的 那我先去買咖啡 這就是做母親的驕傲 這就是做母親的驕傲 是不是啊 所以最後我只能讓那個小故事 去市場買塊豬皮回來練習 要不然真的拿病人來練習 真的假的 我還以為是在電視上面亂亂演的 你也知道現在的年輕人不都那樣 沒辦法 不問你啊 你跟美娟 她只是輕微的擦傷 只要沒感染 不會有事吧 你少裝了 你明明就知道我想要問什麼 自從生意的事件以後 你們兩個人的關係 真的就一直這樣 不然我們兩個還能怎麼樣 有點距離是最好的辦法 你說得有點距離表示 你對美娟有芥蒂啊 冤家宜檢不宜劫嘛 我沒有把她當成冤家 我 我是聯想的不想想她 你不要再提這件事了 在我看來 她已經過去了 你真的忘記才叫做過去 忘不掉就變成記憶了 你自己也是護士 你應該很清楚 如果這裡面有不好的東西 他們腳啊 腳啊 腳的 對身體不好 你真的很能扯 更何況我們三個人 曾經情童姐妹 現在變成這樣不是很可惜 無期都未必能一輩子 更何況是姐妹 喔 說到這件事情 我又要多說你幾句了 當初啊 你一個衝動 硬是要跟治國離婚 治國那個笨蛋 也被你如盜答應了耶 結果咧 自己沒有台階下了吧 也離婚啦 事情過了這麼久 你有發現治國跟美娟怎麼樣嗎 什麼意思啊 你們離婚離了那麼久 治國跟美娟也單身那麼久 他們兩個要是真的有怎麼樣的話 早就雙數雙非了 怎麼會等到現在 就不要再鑽牛角尖了 不要再記恨了 你別以為我這樣勸你是為了美娟 我也是為了你 我們都不年輕了 有些事你真的要放下 重新再給自己一次機會 就算我願意放下 美娟未必能放下這一切 她受的傷害那麼多 老實說 我們這樣讓她受的委屈 也夠多的 你總算是說句良心話 你放心 美娟那邊我會勸她的 不過我真的覺得治國這個男人不錯 又負責任又正直 只是偶爾不知道什麼叫體貼而已 你呢 壞就壞在那張嘴 心明明是軟的 為什麼每次說出來的話都那麼難聽 你何必呢 妳要是能改一改的話 我覺得妳可以跟治國復合 妳不要老是說我 那洆湞呢 妳對她有放棄過希望嗎 人就是要有希望才走得下去 我忘了告訴妳最重要的是 洆湞出事了 她叫她那邊女兒來投靠小華 小華沒告訴妳嗎 小華沒告訴妳嗎 我看過了 我還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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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我以為妳在家裡 我一早就出門了 我還在做資源回收啦 剛好在路上遇到朋友聊一聊啦 順便給她蒐集一下情報 什麼啊 看妳有沒有趁我不在的時候啊 做一些不敢讓我知道的事情啊 怎麼可能 真的沒有 當然沒有啊 那就好 那就好 請問一下 你那個女朋友 到底什麼時候要來啊 我再問問她啦 好啊 你慢慢問不急啦 反正我沒有看到她 我是不會回身上的啦 慢慢來 不急不急 好 我媽到底是遇到誰啊 五 四 三 二 一 走吧 今天的行程是什麼 今天啊 店的裝潢已經好了 開幕的日期也依照老總的要求店了 對 我跟妳說 老總會親自出席剪裁喔 真的假的 我跟你講 H旗艦店絕對會讓老總聽念的 而且在開幕之前 我打算有一連串的媒體曝光 所以我約了一些藝人來店裡做造型 發一些新聞稿 明天會是第一個 當紅女星 曼妮卡新電影的訂裝 可是店還沒有正式開幕 工具也不夠 我擔心 水電一定沒有問題 而且工具一定夠用 妳不用擔心 那這個是明天的行程 那今天呢 今天主要是研究一下 曼妮卡他們公司寄來的資料 然後決定要呈現整個樣的look 然後試做 那我今天要請家一天 為什麼 就私事嘛 不過你放心 晚上呢我會做出功課 她該做什麼造型 怎麼操作我自己心裡有地 你就讓我放風一天嘛 是跟陳小寶有關吧 到底是可以還是不可以啊 嗯 好吧 謝啦 掰 欸 我們後天要面試新人 不要忘了 我記得啦 好 拜拜 欸 妳怎麼來了 妳不用上班啊 再忙應該來當妳女朋友啊 嗯 翔翔阿姨 欸 翔翔阿姨人呢 她早上答應說要等我來的啊 妳已經見過我媽了 是我還放不下 放不下 那